北京楼市彻底完蛋了,房东们终于放弃最后的幻想,开始疯狂抛售手上的房产。 从3月开始,北京二手房挂牌量居高不下,以惊人速度持续攀升,从最初的9万5千套一路狂奔到11万5千套,直逼12万套大关。 如此庞大数量的房源同时涌上市场,去化速度自然暴跌。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,北京房市都已完全失控,滑入彻底的速冻状态。 房东们意识到房价不会再上涨,只有趁现在大肆抛售,才能收回些许损失。 于是,他们疯狂甩卖手里的房子,仿佛这些房子下一秒就会变成烂货。 这股抛售狂潮席卷全城每一个角落,所过之处只留下死计。 北京房市已沦为一片废墟,而中国人只能在这满目疮痍的景象中徘徊,望着曾经房价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轰然倒塌,发出一声又一声心碎的叹息。 这么多年,中国人生活在房价泡沫之中,轻跳地宣称北京楼市稳如泰山。 谁料泡沫破灭之日来得如此之快,北京楼市的崩盘让所有人措手不及。 现在回首,过去的日子不过是房价在中国人眼前最后的狂欢,中国人却傻傻沉浸其中,实乃笑话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,尽管北京的各大景点都挤满了游客,但售楼处和二手房交易市场却变得死气沉沉,冷清不已。 与此同时,北京房市的周末危机,此起彼伏的悲鸣声也愈发明显,开发商和房东们的心枣已变得心如死灰。 原本五一是一年中房地产销售旺季之一,但今年的五一假期,售楼处和二手房交易场所却极为冷清,交易量也极为稀少。 开发商和房东们原以为,五一假期再浮夸一些,买家就会上钩。 谁知金蛋砸碎,茅台流淌,买家却仍然不见踪影。 他们铺张浪费,最终收获的,只有一地狼藉和破碎的梦想。 这场买家失踪的闹剧,昭示着北京楼市末日一致,而他们也只能站在这狼藉之间,凄凉地望着依然空荡荡的寿楼处,心知大势已去。 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,不仅彰显着北京楼市已经走到末路,也说明着开发商和房东们的绝望和无奈。 他们只能静静地站在自己楼盘门口,望着熙熙落落的过往行人,心知大势已去。 过去热火朝天的楼市,如今成为了一座死城,而他们也只能无力地任由楼市的尸骸堆积在脚下。 在过去的五一假期,北京成为了一线城市中最为冷清的一个。 即使是在国际劳动节期间,咫尺之内的一座座楼盘,在北京这个房价飙升的城市也已经萎米不振了。 五一期间,北京商品住宅网签仅仅仅只有114套,成交面积只有1.40万平方米,更令人惋惜的是较去年同期,这一数据的降幅已经超过了六成。 如今的北京楼市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无情抛弃的废土。 开发商和房东们原本炽热的心,在此时也只能凋零于这片死记之中。 他们曾奋勇争先,在这片热土上建造着一座座高总入云的楼屿,同时也为北京的房价又创下了一个个令人发指的新高。 但是,如今这一切美好的幻想已经破灭了。 人们看到的只有空荡荡的寿楼处和七七惨惨的房东们,还有成千上万的闲置房源和呼啸而过的狂风。 或许,我们能从这个五一假期中窥见到未来北京房市的真实面目。 因为五一假期本就是一年中房地产销售旺季之一。 而今年的五一,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却异常冷清。 这也让我们不禁想起十年前那个因楼市整顿而坍塌的前段时光。 曾经炽热的北京楼市,如今面对的是寒流袭来,经历了疯狂的升温之后,华丽的将会跌入冰冷的死季之中,北京楼市已经走到末路。 几年前,北京轰轰烈烈地驱逐外来务工者,数万人在寒冬中流离失所。 北京改人政策给无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 他们失去了家园,失去了谋生的机会,生活瞬间天翻地覆。 在这样一个高房价的城市里,他们很难再找到一处合适的居所。 更何况,在改人的同时,北京市的房价仍在不断攀升,已经到了大多数人难以承受的地步。 即使有一部分人能够接盘被改人的房屋,但是他们能够承受的价格也有限,这导致了市场的流动性降低,很多房子无人问津,长时间空置。 这种现象对于老破小和老破大的房屋来说更加明显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房屋已经逐渐陷入了一种没有流动性的边缘。 他们不具备升值潜力,也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。 这些老房子只能继续老化,这就使得更多的人对其不感兴趣。 这样一来,市场需求降低,售卖价值也下降。 朝行年报中的数据更加凸显这一点,仅仅2.25%的中国人掌控了中国81%的财富,这畸形的财富分配让所有人绝望。 少数人掌控绝大部分财富,这些人有豪宅和高端房产,对老旧房毫无兴趣。 因此,对这些老房价格无上行,动力可能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。 北京误以为自己可以对标纽约,实则其基本盘仅山西河南河北,山东四省加东北。 这个基本盘的牺牲儿仅300万,与能吸引世界7000万牺牲儿至少一半的纽约,差了不知道几个数量级。 但北京房价已持平纽约,严重高估,北京的错觉是其误判了形势。 它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,以为能像纽约那样吸引全球新生儿。 但事实上,北京只是和北方人居住,南方人难以习惯,实际吸引的新生儿寥寥无几。 然而,房价已经暴涨至于纽约持平,这种畸形高价只会加速人们外流,导致城市加速老龄化,最终房价空前暴跌。 这种局面给许多人带来了痛苦。 他们以为北京会一直繁荣,房价会一直飙升,却不知高远超过承受能力的房价只会逐渐腐蚀城市的生机,加速人才外流,最终导致房市崩溃。 许多人为此欠下巨额房贷,以巨大代价,到头来,换来的却只是一场梦。 请不吝点赞 许多人 。